欢迎收看阿宾啦 《穿越古今画人物》这个单元 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有关于感染树 这不是曲艺唱的那一首歌 当年将近四十年 语音绕粮到现在还不觉一耳 这首歌是在明歌时期是非常的轰动 但是我们要讲感染树 有其特殊因素 因为它本身就很特殊 不是只有炸感染油来吃而已 但是要讲这些人先讲一个新闻 就是在播出的头经三天 有一位黄信驾驶酒驾 非常快速的都没有刹车 撞上了正在横越斑马县 跨越马路的一家人 这一家的女主人当场被撞上挡风玻璃 也就没有了生命迹象 最后当然急救无效 那么大女儿是整排牙齿都被撞掉了 身受重伤 事后有很多网友留言说应该要给她猝死刑 那么我想这个罪大概还判不上死刑 但是陈其迈说要重判 不管是不是修法 如果是这种虚意杀人的 应该判十年 一天都不要给她减少 而且酒驾不得假释 那么至于此行 我们还是要提一下 以前南投有一位金氏媳妇 弄死自己的婆婆 弄死自己的老公 扎领保险 最后到娘家还弄死了自己的母亲 这个人到现在还没枪毙 所以判死刑没有用 这些法官就算判 也有人不执行 我不晓得不执行的法律算不算堵直 或者因为宗教关系怕杀生 如果是这个观念 我就要警告这些未执行者的单位 你们对于死刑犯这样的纵容 将来你们也会受到业障 也会有报应的 然后台中的一个女学生 长得漂漂亮亮的 跟台大的一个自由生恋爱 最后女孩子想分手 女孩子并不是移情别恋 女孩子想分手 结果男孩子到他家前面去围堵他 总共给他杀了97刀 刀刀都是要他的命 97刀不是一刀 就因为他有悔改 然后在监狱里面抄抄佛经 什么时候佛经会变成 一些杀人罪犯的借口求生的工具 我不晓得佛经有这么大的效用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死刑犯都不执行 什么两公约几公约 那么那么在乎别人的感受 忽略受害家属的感受 这个政府一样有资格被推翻掉 大家照片照走 照整个人走 如果没有这个法就算了 有这个法就要接刑 不是说像以前苏建合的案 因为当初是 那个行政相对中的经验犯犯 结果给现犯这些政治破坏掉的 帝叔和这个案最后到非常上述 他们三个人不是喜庆怨白 终于逃脱死刑 不管是不是逃脱死刑 我想提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续子这个吴佳 他的儿子当场被吓到 双腿都没有办法行走 到现在大概也三十多岁了 当初就是他阿嬷每天用轮椅送他去 那个学校上去 阿嬷如果走 怎么会给他扫 我要请问 这三个透过死刑的嫌疑犯人 不知道有良心不安吗 你早上两三点就有那个人家要做什么 我手机在头上的观众朋友 在美国侵入罪是很重的 侵入罪非常重 他们家包括他们本人 将来不可以对凌晨两三点 进入到人家家里要干什么 只有讲说我没有杀人 如果是这样子 就可以逃脱死刑 因为证据不足就可以逃脱死刑 而且有的死刑也不执行 我想这个国家 没有什么见读 这个社会也没有什么公义 我还是讲一遍 教聘教育 有什么样的法就应该去执行 当年要不是陈定然当法务部长 郑太极在别人的妈妈 妈妈的眼前杀死他自己的朋友 还因为蛋壳找不到 所谓证据不是那么充分 拖延了很久 如果不是陈定然 我想郑太极今天还活着 请问这个社会有公义 这个社会有独立 我们今天说橄榄树当然是说人 不是说七万也要说人 以前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但是这个十年树木 如果来讲橄榄树 那倒未必 我想讲人 齐桓公一统天下 尊王朗仪 最后是春秋第一代的霸主 当然很多人就错误的以为 齐桓公是个非常能干的国王 在这边我跟大家报告 齐桓公其实就是个顽固子弟 他除了爱玩之外 没有什么特异功能 爱玩 爱铁头 他一生最大的成就 我们在前一集有讲过 就是因为他用了管仲 管仲是平民百姓出身 平常就是在市场摆摊 所以他很懂得做生意 也很懂得民间的需求 但是他毕竟受到包鼠雅的慧眼式英雄 推荐给什么 推荐给齐桓公 当时候的小白 小白个性都爱圣 所以他也能够近视前嫌 因为管仲不是帮他 他也是帮公子揪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到他执政的时候 其实后来有人说齐桓公死得很不体面 就是因为他没听管仲的话 管仲是有跟他讲 说树雕不可信 亦雅连自己的儿子都可以杀了 来蹲肉羹给国王吃 这个人怎么可以用 亦雅这个故事很有趣 就是齐桓公有一天看到一个小朋友 穿着开单裤 后面屁股两片光光的走过他面前 齐桓公就讲说 哎呀 如果有那个小孩 卡成胚肉 豚肉 可以煮汤来吃 不晓得有多好 结果第二天 亦雅就蹲了一碗肉羹给齐桓公吃 齐桓公吃了 哎呀那真是开心的不得了说 这是什么吧 亦雅跪下去就嚎啕大哭说 我昨天听王啊 讲说你喜欢想吃小孩子臀部的肉 我回去呢 就把我的小儿子给杀了 王啊你今天吃的肉啊 就是我小儿子的臀肉啊 然后讲完了呜呜呜一直哭啊 哎 我这两千年后来看到这个故事 我都真是痛骂 这个亦雅不是人呢 所以 这个 你想一想说 这样的人 齐桓公 想要用 然后管众来阻止他 所以齐桓公没听管众的话 其实不然 我跟诸位好朋友说 推荐 易牙跟塑雕给齐桓公的人正是管众 管众知道齐桓公爱玩 所以就特别安排了这两个玩家 终日陪他玩耍 那当然 齐桓公就乐得 不要管国阵 管众跟他有个 这个决定 就说我让你享受一切可以享受 我甚至派人带你如何吃喝玩乐 但是我施行国阵的时候 任何政策 王请都要支持 齐桓公当然好 他本来就是个顽固子弟 爱吃爱喝爱嫖的这一类的 所以等到一阵期间之后 管众知道不对 管众为什么后来要纠正 提醒桓公说这两个人不可用 因为在不到半年之后 管众要见齐桓公 就常常受到塑雕跟易牙的刁烂 也就是说管众要见到桓公 已经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也就在管众在弥留之际 齐桓公来看他 他特别低迷 说这两个不可用 很多故事只会记载管众劝还公 但是没有记载 是这两个人是管众推荐的 我讲人就是 当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就像桓公跟管众这样的合作 当然就相得益彰 可是桓公相信管众的 这不是因为他世人之谜 而是因为他贪婉 他授权 而是因为他懒得管国阵 他觉得国阵太复杂 所以你说这是管众的信 也是齐国的信 当然就是齐桓公的不信 后来齐国陷入大乱 跟齐桓公临时之间 所遭受到的那种苦 以及折磨 以及羞辱 是息息相关 从此齐国国印急转之下 那么在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就转到苏丹 分为南苏丹北苏丹 这是全世界非常穷的国家 南苏丹有一句千百年来的俗话讲说 一个人走走得快 两个人走走得比较远 这是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国家 完全是口语相传 因为苏丹多的是沙漠 他们的沙漠有一种慢八小时 黄黄的 咬一嘴三十秒人就会死 所以如果要出山坡去 远方做生意 还是要做什么事情 他们的祖先 担背就跟他们说要结伴同行 要注意在地上爬的这些慢八十 这是非常独的独座 所以一个人走走得比较近 两个人走走得比较近 这就是你说团结力量大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可以讲说很多历史故事都在告诉我们说 有人可以怎么样 共患难而不能同享福 譬如张良之建于刘邦的特质 或者范黎之建于勾建的特质 所以他们都能够提早归云 或者离开原来的地方到远方去做生意 例如范黎外号就叫陶珠宫 我们要讲到感难书是因为 我们非常清楚 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或者帮助 这是人类可以一直往前存现下去的 一个重要的因素 不管它是自然的 还是怎么样 因为利害关系 譬如说移民到北美的那些英国的居民 原来在英国本土可能是因为宗教不同 而互相劳失不相往来 或者因为各地区的贫富差距的不同 也不会怎么样 互相往来 或者是因为族群的属性不同 也可能是非常的敌对 可是到了纽约 哈德顺港的时候 由于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 这些在英国本土都互相仇视的族群 却起了团结力量大的作用 他们面对的敌人有几种酷寒的天气 以及农耕寄居的不足 所以必须交换 那因为天气酷寒 所以必须互相把房子赶紧给盖好 否则人冻死了之外 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之下 最后可能自己也很难幸存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还有个共同的敌人 就是印第安人 存在着利害关系促使大家合作 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 总不能说有利害关系 而且还在网内互打 当911事件之后 美国新闻记者协会 大概拥有将近数千张以上911的照片 最后他们显出一张作为最经典的代表作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英式或美式的民主文化的内涵底蕴 其实在这一张照片里边反映出来是相当的深厚 这一张照片就是消防队在瓦砾中 找寻存活生命的一张令人感动的照片 而不是那些从楼上跳下来非常惊悚 而且吸睛的那些照片 为什么选消防队这张照片 因为那些从楼上跳楼 因为酷热的关系寻求自杀的 那些跳楼的群众代表着是绝望 而这张消防队在瓦砾中的鸟鸟的火焰之中 在造型生命的迹象代表着是希望 橄榄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树种 种植橄榄树到结了第一颗橄榄要15年 而第一颗橄榄或者所有的橄榄收成之后 扎下来的油 第一滴油是献给上帝 这是在西奈沙漠 犹太人对于上帝最大的礼敬 我们有一集讲到希腊 希腊土地也是非常的贫瘠 它只能种橄榄树以及葡萄 而葡萄能够酿酒 橄榄树能够扎油 所以就兴起了爱琴海以及地中海的对外贸易 这也就是猝神 希腊的富有人家通常都是年轻的小伙子 因为出海要靠年轻人 橄榄树竭潜力的生存 在平级的土堆里榨根 所以一定要经过15年才能到达最稳定的寒水城 橄榄树最重要的根部 是在地面下无法看见的深处 听说在加利利 位于在以色列的北部 有一棵橄榄树 自西安前331年 亚历山大征服泼斯 那个时候 它就一直重活到至今 树林超过2300年 而耶路撒冷的克西马尼园里 也听说有一棵橄榄树的树林将近1000年 橄榄树之所以能够生存这么多年 还有个因素 这个就是我要讲的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免疫系统 当一群蝗虫来攻击啃食某一棵橄榄树时 这个橄榄树被攻击的橄榄树 它会分泌一种化学物资的分泌气味 来跟蝗虫对抗 而气味会随着风 被散播到附近的橄榄树 让它们也开始同时合成 能够分泌这种味道的物质 来防止昆虫的攻击 所以最先被攻击的橄榄树虽然死了 但是所有附近的橄榄树 整圆整块地的橄榄树 却因为吹哨者的告知 所有都存活下来 我的意思就是说 数都可能如此 那人呢 是不是更应该合作 然后呢 花花大叫 人抬人 如果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利益为考量 那你想一想 这个组织 这个团队 还会有救吗 一个正直的人 他有个基本特质 就是不会以事害功 所以人人自私 可以杀身成人 原因就在这里 在古代的历史上 不管东西方 都不缺乏这样子的人人自私 而在树木里边 特别为大家今天介绍 你耳熟能详的那一首歌 所唱的橄榄树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特别的一种树种 今天就给大家点评到这里 给大家了解 不单是企业而已 国家 民族 社会 在大自然的法则之下 你历经越多的挑战 就必然会更加强盛跟壮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